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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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的几时11天的宣传的视频中 唐燕身穿吊带白裙 扎完死头额头 且为空气流海 由空气满满的堂堂变为甜美的堂堂 在视频中 唐燕说道 入行这么多年 我希望与电视相伴 走过下一个十年 成长不是一帆风水 一路向上 是跌倒 宜兰爬起 是起起落落间保持平常心 我是金银女神唐燕 电视不老 未来可期 赵丽颖为金银杰到即时宣传在金银 杰到数十天时 赵丽颖为金银杰录制的宣传视频播出 并且获奔了一个黄瓜 视频中赵丽颖同样身穿吊带白裙 女神饭而十足 说道 感谢开幕式为我送来的小黄花 更感谢金银杰让我为观众呈现出了最好的自己 我与电视结缘十二年 感谢他的美好 心怀热忱 脚踏实地 电视不老 未来可期 刘诗诗为金银杰到即时宣传 一点零九分在到即时九天时 即十月三月 刘诗诗为金银杰录制的宣传视频播出 视频中酒味露面的刘诗诗顶着心发型亮相 说道 我是刘诗诗 我与电视结缘十四年 感谢他的美好 我希望与电视陪伴走过 一个又一个十年 电低积累 不忘初心 电视不老 未来可期 金银杰提名此外 早的前几天第十二届锦银杰提名名单便已出炉 女明星分别是孙李 刘涛 迪丽热巴 蒋子 丁六元 圆犬 樱桃 看青子等八人 男明星则是李一峰 柳云龙 于和伟 孙维宁 何冰 张义 张嘉义 侯祥林等八人 今年将首次产生金银男神 其中 迪丽热巴被称为是自由希望 获得本届金银女神的女星 投票人气最高 迪丽热巴见到网友看到后 曾分评论道 本届金银女神会是谁啊 好期待啊 都说不是热巴就是杨子 迪丽热巴人气是到了 但是作品感觉还不到位 没有太活动代表作 看来本届的金银女神会在提名 名单中产生了 这些人都有很硬的代表作啊 之前三位金银女神 真是实至名归啊 英宝 堂堂 时事都好美